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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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淑方议员说 虽然他身为民意代表 其实他觉得台湾太过于政治化 不管是农工商 都应该脚踏实地的去做事 多付出 多存散念 日子就会过得幸福 轻松快乐 就是刘淑方议员 有这么乐天慈悲的胸怀 所以他连任了田委乡长 跟彰化县议员的职务 在地方上 大家都把他当成是最亲切的大姐 我今天就跟你说 我都觉得我们就没头 人家找这个头 我们就已经做了 所以我就 整个心思都放在田尾 这块土地上 我觉得我们 一张票一事情 你会觉得说 我要用什么方法 来回馈地方 我真的 人家就一直 很认真 人家就一直心情 要怎么加 加住什么元素 这里才会赚钱 然后这里要 帮他们怎么辅导 哇 突然一件一件 我还晚上都在那边 绕 有时候晚上到 一两点才回来 对啊 所以我刚才都借不书记 就是这样 书记都太疼了 所以我们书记 书记人家就说 你还在开 你还没完吗 真的很注意 所以我们田尾的一个 花卉 整个 这个生产 到行销的过程 它是最了解的 简单讲 跟我们业者 是最亲近 随着疫情时代来临 台湾的观光旅游业 受到不小的影响 幸好田尾厢的 各个花园景点 都在户外 相对来讲 游客比较放心的 前往旅游 游书房议员 走遍了彰化县 包括田尾厢 在内的四厢镇 关心花花草草 监督水利跟各种工程建设 热心教育 争取消防设施 零零种种 大大小小的事情 希望的就是替地方的父老 跟农民 争取最大的福利 地方的特色 要把它发展出来 这样才不会产生户籍的作用 譬如说我们碧头香 它的稻米 我们是不是把它成为一个稻米的故乡 那我们西州呢 它的巴勒 它的水果 然后它的森林之美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帮它做 现在又有一个 那个苗木专区 我们的花在彰化 也都在那里办理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观光的圣地 那北斗就是小吃最有名 然后古迹文化 我们的电安宫 我们的肉园 米糕 很多好吃的东西 都在那个地方 那田伟 那讲到田伟 大家就想到花卉 已经年过半百的刘淑芳议员 其实有着一颗年轻积极的心 他幽默地说 不要因为到了选举 才在作秀 欢欣选民 平常就应该带着一颗 助人为乐的心情 他从内心深处 就非常喜欢 他土生土长的故乡 因为喜欢故乡田伟的人事地物 所以服务选民 造福相亲 其实是他这辈子 最快乐的事 记者陈文旭 萧朝全 李嘉金 彰化报导 来到这里 心情就要很好 对不对